大梁世界 十祖妖魔术魔玉之外 天幕昏暗 巨大的魔玉囊括百里 宛若晴天巨宛道寇 令人心惊胆战 魔 真是有意思的东西 方熙站在一处山丘之上 身后跟着柳如烟 张明鼎 周同等五神 我们这方天地 既然有如此恐怖的魔 怎么人族还没有被灭 他提出一个自己的疑问 启禀门主 根据传说还有史书记载 的确有一些魔成长到 极其可怕的地步 几乎要蔑视 但旋即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周同回答 成长到一定程度的魔 会自动消失 方熙摸了摸下吧 感觉越来越有趣了呢 你们考虑好了 真的要跟我一起闯一闯 这魔狱 自然门主去哪里 小女子就要去哪里 柳如烟笑道 愿意跟随门主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周同与张明鼎 也连忙表忠心 好 方熙焊手 来到魔狱之外 这十祖妖魔术的魔狱 已经有那么几分 三阶禁断大阵的风采 自成天地 不论要逃亡出来 还是进入 都十分麻烦 好在经过最近这段时间的研究 武神门的人 也拿出了对应的办法 方熙等武神 站在魔狱边缘位置 望着周边一群猪牛马羊 表情都有些囧 这就是你们想出来的办法 柳如烟周身一层钢气 隔绝外界气息与污秽 皱着眉头 差点就要开启武神真身 将这里移为平地 妖魔术喜欢新鲜血时 咱们凑在一起 加上大批牲畜 靠近它之后 是有可能主动扩张魔狱 将我们吞噬的 周同面无表情地回答 望着面前一片白花花的猪屁股 没想到 我还要主动进入妖魔术的魔狱 这些人当中 张明鼎最为感慨 又偷偷瞥了方熙一眼 方熙对此倒是表示支持 毕竟她总不能为了进入魔狱 就使用掉杀手锏的汗的大阵 此时 她悬浮于半空之中 盘膝而坐 默默等待 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 数个时辰之后 她豁然睁开双眼 感受到了背部妖魔树子猪的颤抖 来了 呵 开武神 周同一声抱贺 一个浓缩至极点 宛若盔甲一般的小型武神之躯 就笼罩她全身 继而 那些猪马牛扬造洞不安 纷纷想要逃跑 可惜 他们都被束缚在原地 难以行动 而那一个宛若笼罩天地的漆黑大腕 则是漠然开始扩张 漆黑的浓雾只是一个吞吐 就将众人与大量牲畜 全部笼罩入内 进来了 方兮望着昏暗的天穹 以及不远处的成锅 一掐发掘 起 紫蕴灼光芒大放 暴涨至圆桌大小 将她整个人卷在其中 表面浮现出一道道古朴悬意的符文 此镯乃是一宝 催动之后的防御力 还要超出上品灵气 那什么五行盾甲虽然是中品灵气 防御力却在下品级数 早就被方兮咽弃 如今刚好替换 不仅如此 在方兮手腕之上 还悬挂着一枚裂痕条条的玉佩挂坠 这原本是宋卿所配 应当是罕见的神识防御类法器 结果就被方兮不客气地带来用了 一干五神望着门主 总觉得那里不对劲 同为五神 门主的画风 怎么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不过 此种神秘感 也是方兮维持权威的根源 更不会主动跟柳如烟他们解释 记住你们的任务 主要是击杀牧人 获得数种 每一枚数种 都有巨额贡献 方兮望着那一株参天古树 深吸口气 开始吧 记住随时观察魔狱开启 否则沦落到魔狱之中 无法出去 本门主可不会再来救你等 搜搜搜 一名名武神直接化光飞出 神情中带着冷冽与嗜血 他们只想着大量获取功勋 然后兑换大单 毕竟 伴随着真刚报单理论的提出 这些武神 还想更进一步 就需要更多 更强的气血 仅凭自身 是很难积蓄的 武神们对于武神的寿命 也有研究 如今的武神 还没有老死的 但从晋升武神之后的老宗师 都几乎焕发第二春来看 至少能活个两百年 但纵然是两百年 也未必能积蓄足够报单的真刚与气血 还是必须大单支柱 因此 一些武神 还在死不要脸地抢夺宗师的任务 一度搞得下面怨声载道 而周同也是被这么坑了 迟迟无法完成贡献 直到最近才好运找到 十组妖魔术的踪迹 一边如此想着 方熙一边走入城内 妖魔术一般是从中心开始吃 然后童心圆一般不断向外扩散 因此越是周围边界就越安全 当然 这也仅仅只是相对而言 在外城附近 方熙就看到了一点人烟 几名衣衫褴褴的幸存者出来 见到周同的武神 真身 都是眼睛一亮 是朝廷 朝廷的武神来救我们了 我等黎民如坠水火 苦盼朝廷天兵久矣啊 几个书生模样的家伙 还剃泪横流 如果不是他们 方熙都快忘记 如今大梁是宗门制式 武神门便是朝廷了 换算过来 自己勉强能算个开国皇帝 哈哈 找到了 可惜周同一点都没有救人的打算 覆盖他周身的武神之躯 迅速膨胀 转眼间变化为三四丈高的小巨人 怒吼着冲入内城范围 在那里 一头长着虎 狼 抱三颗脑袋 从七窍中冒出树根的巨大妖兽 正抬起三颗脑袋 望着周同 发出嘶吼 下一刻 狼头张开 吐出一道道杖许长的青色锋刃 切割向周同 周同身法灵活 躲避过接二连三的锋刃 不断向妖兽靠拢 妖兽巨大如小山的身躯凝立不动 等到周同靠近 抱手忽然 发出一声咆哮 轰隆 方圆一百丈内的重力 都似乎受到影响 无数建筑轰然破碎 周同如背负重山 身法一下变得缓慢了许多 嗖嗖 树道锋刃刮过他的武神之躯 在上面留下深邃的痕迹 地级原词一类的天赋妖术 还有锋刃 方夕见得 眉毛也是一仙 这些木傀儡 已经是二阶级数了 周同心静武神 未必能拿得下 果然 等到妖兽的虎兽张开 喷出一道灵验之后 周同只能被逼得狼狈躲闪 哈哈 周同你就是个废物 放着我来 柳如烟兴奋地低吼一声 身形猛地扑出 女武神一般的巨大虚影浮现出来 笼罩他全身 更是带上了丝丝缕缕的火焰流苏 凤凰涅盘弓 三点头 啾 伴随着一声 穿空裂云的轻蜕 女武神 从天而降 宛若有一只巨大的凤凰羽翼 从半空中展落 将正在喷涂火焰的虎手展落 砰 巨大的虎手落在地上 却依然有树根从七窍中冒出 似乎想要与脖子上的处须连接起来 将头颅重新接回去 去 方兮见到这一幕 直接喷出一口先天真火 青色的筑基灵验 温度极高 见物就烧 先是将虎手化为灰烬 然后又沿着根须 一路燃烧至 妖兽小山般庞大的身躯之上 雄袖 请客之间 这头拼搭起来的二阶妖兽 就化为庞大的青色火炬 有无数树木根须顽强的仕途 从火炬中窜出 一道青色的剑光 斩入火焰当中 挑出一枚灰扑扑的 不齐眼种子 哗啦啦 青色火炬转眼间四分五裂 将妖兽化为灰烬 方兮伸出手 将这一粒妖魔术种 拿在手中 感受着身后妖魔术 刺青传出的吞噬欲望 它直接镇压下去 用手佩戴的汉海戒 光芒一闪 就将种子收了 保底有了 继续努力 有着一粒妖魔术种 至少能保证 种出一株全新的妖魔术 但方兮 还想要更多 门主 你好狠心 人家想要获得一点功勋容易吗 还来跟人家抢 柳如烟飞回来 满脸不一 罢了 算你一个大功 方兮摆摆手 很是无所谓的回答 还有周童 也算辛苦 祭你一小功 多谢门主 周童脸上满是喜色 又带着凝重 那些木傀儡相当难缠 恐怕除了门主与柳护法 极少有武神能单独拿下 不仅如此 木傀儡与始祖妖魔术心神相连 这一损失 立即会引起妖魔术注意的 方兮接口 看向内城 那一株晴天的始祖妖魔术 此株妖魔术 无比古老 树皮漆黑 呈现出一种鳞片般的纹路 在如伞一般覆盖 天穷的树冠之中 又有无数弃根与枝条垂落 末端悬挂着一具具干尸 在二阶木傀儡消亡之后 无数被悬挂的尸体 漠然转身 齐齐看向了方兮等人所在的方位 这一幕这是害人 但柳如烟等都是武神 自然不会畏惧 这妖魔术要急了 哈哈 方兮面色凝重起来 她的神识蔓延 外放一百五十丈 感觉到了思思不安 下一瞬 无数重叠的声音 自使祖妖魔术中发出 那是无数被悬挂而起的尸体 一起用不同的嗓音 共同说出复杂拗口的音节 宛若古老的记文 宛若古老的记文 自己做脚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